张国立我相信大部分观众会联想到老戏骨老艺术家这样的词 好像他和潮流就没有什么样的缘分 不过62岁的张国立自己却不这么想 那么在热拍的电视剧《亲爹后霸》的剧组 我们的镜头就捕捉到了潮味十足的国立老师 白衣白裤藏星马甲搭配着油头续胡 62岁的张国立这回出演一位十分讲究打扮的时髦老爸 这花西服破洞提示样样都来 看着搭戏的买红妹都不由得感叹了哦 这次李一生真的是很骚气的一个李一生 骚气得很 这不合适吧 这拍的东西这样 对我这也白了吧 这一身好看 看看张国立这拍摄定装照时候的雀跃模样就该知道 其实叔对这次的造型绝对不讨厌 而这次前张国立自己的爆料 这回距离的造型 他可是也出了谋划了车的 这帽子就是我自己的 戴帽子这回整个的感觉 戴个小礼帽就是我自己提议的 而且是我自己贡献出来的 不但酷爱各种帽子 买红妹还补充说明 其实张国立现在的日常穿着也不同了 生活当中的他都会穿得特别时尚 什么大灯裤了 完了以后小船袜穿的 完了以后小白鞋 听听这些潮流元素 还是咱们熟悉的张国立吧 要知道直到一两年前 张国立还经常穿着有点肥大的西服出席各种活动 就算偶尔变个样时 那颜色不用想肯定还是黑的 因为原来觉得 好像人家也 我也不需要 人家也好像也不太重视这个 对此张国立也承认曾经对于穿衣打扮不太感冒 不过这一切在2016年的夏天彻底变成过去式 在巴黎跟你们打招呼 谢谢你们这几天的关心 今天这是在巴黎的最后一站 一会就坐火车去风尊了 一切的契机都源于张国立受邀前往巴黎看秀 61岁的他当时不仅坐在时尚秀场头牌的位置 拍起时尚大片来也是有模有样的 因为你一天大概拍个六七场戏的话 你不可能常常都是要换衣服 这一出来就一天就得换好几回 尤其是拍片的时候换好多衣服 甚至和小他30多岁的凤小月 陈柏林同框PK竟然也不落下风呢 结果一穿他们孩子们还都说很时髦 都在表扬我 对于自己出人意料的表现 张国立当时显然是有点乐滋滋的 不过在2016年底出席时尚活动的时候 面对外界蜂拥而至的赞誉 他还是害羞谦虚了一下下的 因为几年一直都有这种秀品牌去邀请 今年我觉得好去一下 结果一下就被你们媒体列为潮书 什么时尚大书之类的 我没有觉得是潮书路线 话是这么说 不过渐渐的我发现 张国立身上曾经的黑色外套 变成了彩色西服 而邓杰也爆料某人不一样了 我其实很早就是开始给他买一些比较潮的 但是他就不敢穿 就两年以后拿出来说 这个衣服还不错呀 还有这么那个什么的衣服 我说两年前就给你买了 他那时候不敢穿 现在就胆比较大了 原来张国立平时的行后全是邓杰在操办 而如今有了潮流意识的国立书也悄悄地透露 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又啥穿啥了 要挑合适的衣服穿 邓老师有的时候也说过 这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过呢 其实我说忘了忘了忘了 没机会穿 其实这种我就可能是不是特别喜欢 一方面呢是衣服越穿越潮 而另外一方面张国立也在身材上下了功夫 吃一个小油条 吃了一半还没吃完 一碗粥一个鸡蛋 油条粥和鸡蛋 这些作为早饭听上去还挺普通的是不是 但张国立表示吃不完啊 从原来的不在乎到如今的控制饮食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国立说其实就是心态 我还是一个一直在想着不要落伍的一个状态 就是内心里对自己还是要求不要落伍 一辈子都是活到老学到老 新闻再见 孙后大